荷塘月色之睡美人 荷花用的是10厘米皱纶烟公纸 荷花需要折四款式 31张10厘米纸 第一层七张 尖角对尖角对折曲线条 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下方也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上方再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下方也在折入三角形 一来一回一共折四次三角形 翻过画面 对折一半 再对半折形成两个花瓣 花瓣之间用定书机定起来 尽量定里面一些 准备七分定为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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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層六丈 尖角对尖角对着曲线条 把下方往中间点折三角形 上方左右折入大概1.5厘米 我是跟着黄线每张折到一样位置 把中间三角形折入 尖角往上 下方左右往中间线折入 上方再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翻过滑面 下方往中间线折入小三角 翻过背面 下方左右往中间线折入 抽一抽花瓣 左右也一样卷一卷 准备六张组围一圈 准备六张组围一圈 起司能自出袋 准备六张 翻过背面 遥远 算盖 准备六张组围一圈 标准备六张组围一圈 中间线折入小三静 尖角对尖角对折曲线条 左右往中间线折三角形 下方也一样 上方再折入三角形 把花瓣变得更修长 翻过画面把花瓣抽一抽 八张组成一圈 把尖角稍微往左边折上 把第二张稍微交叠一点点定上 八张 下方组成一圈 第四层十张 下方折入小三角形 下方往中间线折入三角形 上方往中间线折入三角形 下方再往中间线折入三角形 花瓣抽一抽 花瓣抽一抽 准备十张定成一圈 两张稍微交叠一点定上 花瓣有活动空间之后可以调整 花瓣抽一张 花瓣抽一扇 一部分 最后再调整花瓣 荷叶部位看个人要不要放 用的是20厘米天山雪莲纸 一层巴张这里做了两层不一样大的 先把花瓣收四边 四个角往中间点折入三角形 翻过背面 再折入四个三角形 目的是把纸张收小 再翻过背面 我选比较绿的那端做花瓣 左右两个尖角折入三角形 注意底下的三角形稍微往上折一些 第二层叶瓣可以对齐三角形 这样巴张围起来中间小洞会小一点的 把花瓣抽一抽 角落也卷一下花瓣更自然 八张组成一圈 把第二张花瓣塞入第一张的口袋 注意定的部位 确保下一张能够塞入口袋 压住手 两层不同大小的叶瓣 加上八卦底 一层一层叠起来沾上 最后一层 个人喜好可以点缀一下 不幸好可以点缀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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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